这部分如果你已经把资料分别的取出来 不过我这边可能是用逗点的关系 看起来好像一样 不过如果说我把它故意把它改成空白 空白的话这样看起来应该会比较不太一样 OK 而且你把它改空白 其实就类似这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萝卜一个坑 刚好五个 其实用FORMAS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把资料放后面 然后前面就格式 也就一个放一个这样子 那这个怎么可以跟写录再结合 所以特别注意 今天的这个练习 刚好就是把之前的档案读取 跟资料库的写录做结合 OK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有类似的需求 类似的应用 反正步骤都差不多 第一个你先把资料读到 找到读取 OK 也就如果你将来有个外部资料 像常常公司会有一些像ERP会出的 都是文字档 那你也许 或者人家给你的档案文字档 那你要把它变成资料库 你要做后续的报表应用的话 第一步 OK 反正就是读进来切割 realize再切割 然后第二步的话做什么 就是新增一个资料库 再新增一个资料表 有五个栏位 然后再用insert into 把这五个资料放到那个里面去 不过因为之前我们insert into 是只有一笔嘛 再下一次再新增一笔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跑个回圈 OK 回圈的时候就像这样回圈 一边回圈一边insert into 也就是如果我这个回圈跑五十次的话 那就insert into 50次 这样意思是可以写50笔资料进去 大概是这样 怎么做 首先接下来我们来看 安部就帮他来看 如何建立一个资料库 那我是建议 资料库因为固定 所以我们可以用范本 范本的话你可以拿 上个礼拜讲的这个 Import SQL line 然后Connect在这个 这三行 也就是上面这三行你把它复制 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物件 这三行复制一下 一样放哪里呢 放上面这三行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已经建了一个资料库 OK 不过我没有改这个资料库名称 当然你要改可以 反正放一起也没关系 那其实这个资料库刚好从来问 其实有点像Excel的 Excel的档案 Excel的比如说 我们Excel的XLSXX的档案 然后资料表就有点像工作表 栏位的话就ABCD 类似这样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可是以前的话是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不过这边没办法直接贴上 第一步我们先产生这个资料库物件 然后把它读 第二步的话做什么呢 第二步一样在这个第三行的下面 第四行的地方放什么 再建立什么呢 一个资料表 要放什么 放那些资料 所以把第四到第六行复制 贴到这个也是 所以等于是一到六行贴上 但是你不能用原来的 你必须改这里 因为之前的资料表名称叫Table01 所以要Create 这意思帮我产生一个资料表 如果它不存在的 那名称的话叫什么 也许叫Member 再改一下 Member Member01 然后后面的话 那后面有五个栏位 可是我们之前是只有两个栏位 所以改一下 那怎么改 跟各位讲一下 名称的话 当然 第一个叫编号 也许你可以用这个名称 可是 之前我觉得蛮困扰的 每次的话给它名称 后来我想到一个 Excel的概念 Excel什么呢 Excel的第一栏叫什么 就A栏嘛 所以我说干脆 学Excel算了 D栏叫A栏 那这个就是栏的命名法 好处的话 就是你根本不用去想 到底要叫什么栏位 那形态的话 如果你暂时不想要改的话 你全部叫Test就可以了 因为Test万用 那只是说Test的缺点就是 效率会比较差一点 将来如果你要查资料 但因为资料量少 其实 目前来看是没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方法来做 所以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A B C D OK 所以这个地方 大致上流程都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外部资料读到Python里面的话 就是一样 所以这六栏贴过来 然后把这边的Table名称改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看你有几个栏位 你就做几栏 那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来的话做什么 最关键的地方来了 底下的部分 就是一边读资料 一边要写入 那怎么写入 特别注意哦 再来的话 请你把底下这几个 其实就是新增一笔 这边 大概就把这个 从第八到第十二复制一下 复制做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请你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它的Print下面 可是哦 会有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这两行 你要把它移到这个Fall里面去 所以按什么 按个Table 意思是说呢 这两行哦 我要在这个回圈里面 去帮我执行 那执行的话 意思是说 我将来哦 有没有 Insert into 到哪一个Table Table名称是这个 所以要改这个 Member01 那Values呢 要放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两个 那其实哦 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 Format 放在这边来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放哦 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哦 因为哦 它这个地方哦 是一个字串 然后要做类似上面的事情 所以哦 跟各位讲哦 第一个哦 你如果要改的话 特别说我刚刚做动作哦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五行 有没有 贴过来 然后上面这两行按Table 再来的话呢 Insert into 请你把它改成那个资料表 Values的话 后面呢 如果你不知道放什么的话 那建议各位 你就直接什么 放大瓜糊 一个 豆点 两个 豆点 三个 反正几个栏位就放几个就对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insert into 可是特别注意哦 因为哦 我们的这个形态是文字 所以记得哦 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的地方 如果它是文字 那在大瓜糊的外面哦 有个规则 就是必须要加单引号 那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 不是应该双引号吗 有没有 双引号才是那个自串的符号吗 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这边呢 因为 这个双引号呢 外面用掉 所以这边呢 拿单引号来代替一下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再来就是 在那个什么 大瓜糊的外面 再加上这个 单引号 记得哦 是大瓜糊外面哦 反正把它包一个 这个单引号 好 记得哦 少一个多一个都不行 最后的话呢 因为有 总共有五个大瓜糊 所以后面的话 一样要怎么 点 format 要丢 总共五个大瓜糊的 这个资料过去 所以format后面的话呢 其实哦 就是把这个format 其实就可以把什么 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的瓜糊位置哦 记得要到哪边哦 到这个strip 有没有 后面这个瓜糊要留 要要要哦 OK 然后后面这个瓜糊是format的瓜糊 不要 所以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copy一下 记得哦 应该看得出来从哪边吧 等于是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的话 因为多一个strip 所以应该到这边为止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那我们把它试一下 把它贴上 贴到这里来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要写入的动作了 我们来试一下 不过通常哦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 就是这一行 It's cute 因为如果上面这一行 假如说你写错的话 它应该会告诉你是 14这个地方错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你怕说 这个地方会出错的话 我是建议哦 你先把第14行这边 先触解 Ctrl加斜线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多一行 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把这个Ctrl先列印出来 先看一下 这个Ctrl是不是正确 OK 如果正确才做Excue 不然的话 错误的话就 就就卡住了 我们执行Q1 你会慢慢执行一下 我们要发现 它总共会做几次的 Insert in 2 其实就第一次 这是1号 来看一下 它一定是长这样 不过这个地方 多跑了一个这个Printer 这个可以把它关掉好了 不然会干扰到 这个刚刚的Printer 这个把它关掉一下 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Insert in 2 Member 然后Values 有没有 一定是长这样 前后一定有单 单引号 斗点单引号 斗点单引号 这个好像 如果看起来 好像没问题 那应该就没 大致上 就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Printer关掉 如果你怕说 你在输入的时候出错的话 还有啦 如果将来呢 你这个告诉你说 四行出错的话 你可以Printer 看一下 这个语法 有没有写错 因为如果你写错的话 那一行就卡住了 他意思是说 你丢给我的这个命令 我不能理解 看不懂 因为可能会少一些 可能是不是少 或多什么东西 执行一下 特别注意 Commit 记得不要放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全部写完之后 再一次 Commit 其实可以把它当确认 确定写进去的意思 Commit 好 那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 写入成功 因为它50笔 非常的快 比下进去 那最后的话 我们如果写进去了 但如果我要确定说 是不是有写入成功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再利用 上个礼拜也有写的查询 查询的话是什么 一样前三行 然后 Sellate the front 这边就把它改一下 而且你如果拿上礼拜来改的话 这边就Member 01 然后SQ 后面的话 你就是直接在总共会有四个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好了 OK 拿这个字串 因为它给你的东西 它没有栏位名称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总共五个栏位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串接 总共五个 那一样 Raw的话 总共有到1234 也是一样 到五个 也就是Raw0 等于编号 Raw1是姓名 那Raw2的话 那就是生日 再来就是血腥 那就是三 再来就是手机 就是四 OK 中间一样我加豆点好了 这样的话 我来试试看 资料可以写进去 能不能读出来 执行一下 有 读出来 OK 那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请各位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Sickel Lite的第一个练习 把它怎么样 抠前面的六行 大家特别注意 改哪里 改这里 Member01 五个栏位 底下的话 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第一个 insert into 记得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下面的五行 复制贴到下面来 上面两行按tap 然后一样就是把 它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进去 OK 试一下 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什么 利用上个礼拜讲到的部分 把全部的资料 跑个回圈 一个一个的insert into 全部无私个人 全部都放资料库 那放进去之后的话 再把它用slate的方式 全部再读出来 试一下 好 OK OK OK